這個管碧林委員他趁我也趁夠久了 他現在是立法委員不是嗎 他趕快修法趕快提案 那麼民進黨是佔多數他就趕快通過 我覺得不需要再用口水的方式來說要修法 他趁我也趁夠久了 陳志忠他就說像你這個樣子的話 就是幫侯友宜之後代極選2024開綠燈 你怎麼看 陳志忠的話我就不想回了 他這種口水我一點都不想回答 我覺得我們其實大家共同想法就是2024 公民黨應該推出最強的人選 那麼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政黨輪替 來下降民進黨 所以我覺得跟我一樣想法的人 我相信一定有 但是說實在我並沒有去跟別人做具體的討論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會認為 所謂的慎選方程式一定是推出最強的人 我非常感謝侯市長他幫我站台 而且是我主動邀約他 那麼但是我相信侯市長絕對不是小家子氣的人 因為事實上侯市長現在的名氣也非常非常的強 那麼尤其有兩次 一個是到松山區一個到中山區 其實我在旁邊也親眼看到他很多的台北市的市民 對他的一個非常熱烈的回應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慎選方程式 對侯市長也是非常好的 因為如果納入整個在野大聯盟的 大家一個這個有合作空間 那麼未來誰是最強的人推出 那麼我想所有的在野應該都會共同的來支持 那至少我們不會到時候怎麼出現兩組人 削弱我們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只要這個夠強的話 那麼我覺得對所有最後推出最強的人來講 這樣的方式都是一個最好的模式 謝謝珊 qualc report 謝謝珊誰 謝謝 謝謝珊cn 謝謝珊